这是中国电影圈争议最大的一个话题 陈思成的唐人杰探案到底超没收集双同 在我看来不管超没超 两个都是华语影坛的上等作品 一起来看看唐探有多牛 眼前这个平平无奇的男孩 智商竟然高达180 不但熟读世界经典犯罪案例 并且还有着过目不忘的本事 他本来应该是警界的精英人才 然而却因为在包括警校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而错失了成为警察的机会 我想我完成一次完美的犯罪 奶奶为了安抚孙子考试失利的心情 于是便安排他来到泰国散心 泰国有一个他的远方表舅唐人 号称泰国第一神探 然而刚一见面 心思缜密的秦锋就发现了不对劲 唐人的身上烟味太重 并且眼睛出满血丝 右手指甲全是泥垢 裤子右腿比左腿脏 这些细节加在一起 只能产生一个行为 打架 然而唐人却恬不知识地说 自己正在办案 并且还把他的老大昆太 接受给秦锋认识 而唐人所谓的办案 不过是帮邻居找着小猫小狗而已 对唐人极度失望的秦锋 收拾行李就要离开泰国 而唐人却说 好歹你待够七天再走 给他留点面子 并且答应 明天带他去泰国的大皇宫 第二天 唐人正在悠闲地刮着胡子 却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电话中让唐人赶紧跑 警察已经在通缉他了 唐人本来不信 但是四处张望之后 就发现周围全是警察 还没有等他反应过来 警察就开始一拥而上 唐人扭头就跑 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 唐人很快摆脱了警察的追捕 但是却被这种刺激的追捕大戏吓傻了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的两人开始分析 但是却怎么也想不明白是咋回事 只知道一旦被抓 后果将会很严重 另一边 警察局里 昆太正在大发雷霆 原来近期警局的局长 黄蓝灯正在查一宗黄金失窃案 而最大的嫌疑人宋帕 却在自己的家里死亡 一百多公斤的黄金 也因此下落不明 根据宋帕附近的监控显示 就在几天前 唯一经过宋帕家的只有唐人一人 而且唐人离开时 带走了一个箱子 箱子里很有可能就是黄金 并且宋帕家中 只有一个正门可以出入 其他的地方 根本就不具备出入的条件 而且导致宋帕死亡的降魔杵上 只有唐人自己的指纹 种种的证据 都指向了唐人 是唯一的杀人凶手 听完了黄蓝灯的叙述 昆太立刻培进了 自己和唐人的关系 而另一边 唐人却遭受到了重大的危机 这绝对是小闪儿的演艺山下中最出彩的表现 戴着一副黑面眼镜 不搞言笑 心狠手辣 不就钱 他们五个人合伙盗窃了一百多公斤的金条 但是却不翼而飞 而最后见过金条的人 就是眼前的唐人 为了能够得到金条的消息 他们绑架了唐人和秦峰 为了让他们说出金条的下落 使劲了浑身解数 但唐人却始终说不出金条在哪 确实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见过金条 因为在几天前 唐人正在参加中国博大精神的国粹活动 打麻将 而此时 他却接到了一个电话 电话里的人自称是宋帕 让他在晚上十二点时 去工厂取货 然后送到海天大厦 而需要运送的货物 则是一尊佛像 唐人赶到地下停车场之后 将货物送到了一辆面包车旁边之后 就离开了 他取货的时候 宋帕还是活着的 剩下的事情 他根本就不知道 几个人将唐人两人 绑在了仓库里 只留下一个傻大个儿看守 剩下的人去停车场去寻找黄金 而趁着壮汉吃饭的时候 唐人偷偷打黑了手铐 然后一招仙人摘桃 打伤了壮汉 跑跑了 走在大街上 他们才知道 自己已经被警方通缉 无奈之下 他们只好回来 求助防夺阿湘 在这里约见昆太见面 不久后 昆太赶了过来 他交给了唐人一份资料 并且已经给他安排了一条出国的路线 让他离开泰国 看着手中的资料 单才秦峰瞬间来了兴趣 在仔细翻看所有资料之后 秦峰发现了两个疑点 第一 唐人没有打开箱子 所以他并不知道 里面到底是不是黄金 第二 他并没有看清松霸的脸 分析完案件之后 昆太安排的跑路船已经就位 但是一听说 船要开往非洲 唐人宁愿坐牢也不想走了 既然不能离开泰国 那就必须找到唐人无罪的证据 他们首先来到海天停车场 在面包车停车的位置 闻到了淡淡的鱼腥味 秦峰表示 面包车很有可能 是一辆专门运送海鲜的车 于是 他们来到当地的海鲜市场调查 终于查到了那辆车 现在就在飞机车场 两个人立刻赶到飞机车场 但是看到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车辆时 他们彻底放弃了 既然车辆查不到线索 他们只好来到宋帕的工坊 希望能在这里找到证据 而他们只在工坊里 看到一张宋帕和他儿子的照片 以及一张没有储存卡的相机之外 没有任何线索 而就在此时 盗窃三人组 也再次来到了宋帕工厂 危机关头 两人只能暂时躲在宋帕儿子的床底下 等到几人走后 秦峰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脚印 但是仅仅这些还是不够 他们必须得到宋帕工坊的监控资料 于是他们再次找到了昆泰 尽管有昆泰警长的暗中帮助 但是想要潜入警局拿到资料 难度太大 于是他们安排唐人吸引警察的注意 秦峰和昆泰 潜入资料库寻找证据 凭借着过目不忘的本领 以及强大的推理能力 秦峰终于发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 一个杀人犯的气场能有多可怕 天才侦探秦峰 只是和他对视了一眼 就已经吓得浑身冒冷汗 而这一切 还要从几个小时说起 秦峰在警局的监控录像中 得到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 那就是宋帕曾经多次出入一个咖啡厅 当秦峰赶到咖啡厅的时候 他发现宋帕经常坐的位置上 正好可以监控对面大楼的一处窗户 随后 他们来到了大楼内 找到了对应的房间 揪开房门 开门的是一个小女孩 她叫斯诺 唐人拿出宋帕儿子的照片 让女孩确认 女孩说这是她的同学 不过不在一个班 随后 唐人又拿出宋帕的照片 斯诺表示不认识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离开 但是刚走出大楼 他们就被严先生的人绑了回去 有时的黄金正是严先生的 他控制了泰国的黑白两道 并且给唐人三天的时间 让他找出黄金 否则便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 他们只能继续调查 经过秦峰的推理之后 发现线索全部集中在了斯诺的身上 于是秦峰再次找到了斯诺 却在离开时 意外见到了他的养父 凭借着惊人的记忆力 秦峰发现 养父其实是报废车站的工人 这一切绝非巧合 于是秦峰和唐人 再次来到宋帕工厂 模仿案发经过 经过模拟之后 秦峰推测 当时和唐人接触的人 其实并不是宋帕 而是真正的凶手 宋帕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死了 而窗户的倒影 其实就是宋帕的尸体 真正的凶手 已经藏在箱子里 被唐人带了出去 之所以监控没有拍到那个人 是因为凶手其实在七天前 就已经进入了工坊 而监视器的内容 是七天自动覆盖 床底下留下的脚印 就是凶手留的 但是还有最后一个疑问 那就是黄金到底在哪里 而就在此时 一个神秘人却突然闯了进来 一番搏斗之后 凶手落荒而逃 而金峰已经确定了凶手的真正身份 但是还有一块重要的拼图 那就是杀人动机 之后 他们再次来到斯诺家 就发现斯诺已经服下安眠药自杀 并且旁边还有一个燃烧的日记本 他们将斯诺送到了医院 经过救治之后 斯诺脱离了生命危险 而烧毁的日记 则详细地记录了杀人动机 原来 宋帕的儿子失踪之后 宋帕为了找到儿子的下落 逐渐心里扭曲 并且开始跟踪儿子的同学 斯诺 之后更是坚强了他 而日记的内容 则被杨父无意见看到 怒不可恶的杨父 便设计了一场 天衣无缝的谋杀 杀死了宋帕 当所有的证据 摆在眼前的时候 杨父并没有为自己辩解 只是看着斯诺说道 这起谋杀 也最终尘埃落定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问题 那就是黄金的下落 而这一切也逃不过秦丰的眼睛 在医院时 唐人意外撞倒了医院的手推车 秦丰立刻联想到 黄金肯定没有运走 还藏在工坊中 在经过寻找之后 他们最终在佛像里找到了黄金 就在大家以为事情结束的时候 秦丰却偶然看到了一个酒吧的招牌 唐人解释说 这是泰国最有名的男性那个啥的酒吧 而根据警方掌握的资料 宋帕经常出入这里 也就是说 宋帕其实是一个爱好男人的男人 做出寝害的行为 秦丰来到医院 看着人处无害的思诺 说出了真相 原来宋帕的儿子失踪 真正的凶手就是思诺 为了调查儿子的死因 宋帕便开始调查思诺 思诺担心暴露 于是便伪造了日记内容 并且故意让养父看到 想要凭借着养父的手除掉宋帕 根本就没有人想到 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一个十几岁小女孩的计划 听完秦丰的分析 思诺并没有说话 只是留下一个诡异的微笑 好了我是AJ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记得点赞关注双连 我们下期再见